現時運動好手們 讓明熱熱掌聲 恭請副總統陳建仁先生致詞 教育部広部長 臺中市林市長 臺中市議會林議長 還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李主席 現場各位貴賓還有全體運動員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副總統好 今天非常高興來出席全民運動會的開幕典禮 全民運動會是兩年一度的體育盛會 今天有來自各直轄市和縣市的8000多名的選手 年紀橫跨了13歲到91歲 堪稱是不分男女老幼全民參加的盛會 運動可以突破自己我激勵奮鬥的精神 而且更能夠提升體制能促進身心的健康 進而降低醫療支出的成本和社會的負擔 在國家人力資源和的發展和生活品質的提升 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而透過大型賽事的舉辦也可以提升 增進民眾對於運動的認識和參與 進而從事運動並且喜愛運動 並且可以提升健康和活力 我國的體育運動政策是以健康國民卓越競技 活力台灣為目標 希望藉著運動人口的提升來促進全民的健康 在具體的推動策略上 是以過去打造運動島的基礎上 推動運動挨台灣計畫 希望能夠促進全民 大家能夠自動樂活愛運動 培養規律性和自發性的運動習慣 能夠提高我們國人運動的人口人數 使國人愛好運動 進而能夠增強體能 使我們的國家更健康更有活力 另外政府也積極鼓勵民間的運動社團 帶動運動風氣深入社區 普及運動指導員 指導民眾正確的運動方式 在硬體方面則提供各項的運動空間 能夠能夠便利 而且能夠建構安全運動的環境 透過各種運動的賽事 來增進民眾對於運動的參與和認識 近年來我國的優秀運動選手 在國際賽事中屢屢傳捷報 由於他們不斷地自我突破 讓台灣逐漸成為國際的焦點 舉個例子來說 台灣在今年世界市內拔河錦標賽 跟市外拔河錦標賽 都能夠酸酸獲得金牌 而且在挑戰2016 四大極地超級馬拉中的好手 陳彥博也有相當卓越的表現 除了讓國人引以為榮以外 也帶動了國人愛好跑步的習慣 今年的全民運動會 分別在台中27個競賽場地 舉辦各種不同項目的競賽 相信藉著參與這些多元豐富的賽事 可以讓民眾來更能夠認識運動 喜愛運動 參加運動 再次 誠摯地邀請全國的民眾 能夠一起來台中共襄盛舉 也希望本屆的賽事 能夠再次為台灣運動會 留下精彩的一頁 剛才我們講過 在台中市在2019年要主辦 東亞青年運動會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第一次主辦奧運體系的 國際資格賽會 台中市過去已經有很多 舉辦國際賽事的經驗 這次的東亞青年運動會 將是台中市向國際展現 城市包容力跟自信最好的時機 相信在林市長還有市府同仁 跟民間團體 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一定可以圓滿的讓賽事順利進行 最後要感謝所有嘉賓的歷臨 祝福參賽的選手 都能夠超越自我 締造更加的成績 並且祝105年全民運動會 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本人在此宣布 全民運動會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副總統 各位嘉賓 請和我一起來熱情的 再次謝謝副總統好不好 謝謝副總統 謝謝